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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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在San Francisco的第一集 好開心喔 我正在搭他們的地鐵 叫做Bart 剛剛買了這個票 一張三塊美金 然後再看你要儲值多少這樣子 現在Sanfranc的天氣如何 其實有點冷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冬天的早晨 所以我現在穿 就是帽T跟長的棉褲是OK的 但它的冷是那種乾冷 像是那種日本的那種乾乾冷冷的感覺 是舒服的 好我們等車來 我們要上車啦 居然在舊金山遇到台灣人 Yeah 你們明天要看NBA嗎 對 那你們是支持哪一隊 我們勇士 勇士嗎 哇靠 那你們是要進場內還是場外 場內 場內 好扯喔 他們也是要看NBA 我們是要交個Line啊 我們可以 哇現在這邊天氣是冷的喔 是那種秋天的感覺喔 給你們看風景一下 噢靠 哇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剛剛那車站的經驗其實蠻不好的 因為有遇到一個流浪漢 然後一直跟我 我要錢 總之它身上就是味道很不好聞 然後有聞到一些奇怪的味道這樣子 就是剛剛在夜車上面的體驗來說 蠻不好的 不過一出來看到這個美景 哇 我現在在Powell Street 哇 國外的感覺真的是 不一樣耶 好漂亮喔 看到一個地圖 你看到Paris這邊 台北往這邊 台北要這麼遠喔 6443里 哇靠 這邊的陽光非常的大 然後天氣非常的好 就那種涼涼的感覺 前面怎麼那麼多警察 好扯喔 前面怎麼發動事情 到警察咧 直接路上直接看到警察在執行流浪漢吧 哇 這邊風景太美了吧 你們看 哇 這是所謂的美國西安嗎 隨便拍隨便美 好啦各位 我check in啦 我們來看一下 一碗台幣6500塊的飯店呢 在San Francisco當什麼樣子呢 哇賽 相當的精簡啊 但是我覺得還行 我跟你講他們這邊都超貴的 4000塊的是沒有浴缸 4000塊只有共同浴缸 然後這個是6500塊 我想說第一天住好一點 就有個人浴缸 然後 欸 欸 喔 頭髮好亂 頭髮好亂 至少他這邊是有浴缸可以自己重找的 我看看他的view 先看一下他那個 房間的那個感覺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小小的一間啦 看看他的view ok view就是隔壁的鄰居喔 ok 直接看到隔壁 ok這就是我們6500塊的飯店 讚啦 我現在要出來走到街頭了 我現在要去找個咖啡廳 或找個地方吃東西 我剛剛換上衣服有點短袖 現在有點冷耶 這種冷度就很像那種 台灣的秋天冬天的感覺 是冷的是冷的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現在走在這邊 附近的感受好了 我覺得他的馬路很搭 馬路很寬闊 空氣很舒服 就很涼 你看這棟房子好漂亮 你看 吃點牌吃點美 好那我們先去找一下東西吃 因為現在肚子也餓了這樣 剛剛進來的時候 被兩個外國人說 nice shirt 我的衣服很好看 被外國人認真誇獎 雞翅 這是很像前菜吧 然後sum chill 沙拉 那我們要點的是 漢堡嗎 要吃漢堡嗎 想吃他們的那個 早午餐之類的 我可能要上網查一下哪個是早午餐 Ice coffee nice do we do 我們是中國 中國 中國 美國 美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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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ome from Taiwan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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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o meet you 一定要講英文 哇賽 份量也太大份了吧 而且我剛剛在點贊的時候 其實就是 有點大差 因為 有點忘記 炒蛋的英文怎麼說 但是就是 憑著印象 我記得好像說什麼 Crumble 然後我就 我就說我要Crumble 結果好險來那隻炒蛋 可是剛剛點贊真的超大差 就是 點得很不好 不過 大概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份 14塊美金 對 來吃囉 然後 看不下去 早參加 最終的 超級約 跟台灣很像就薯餅 炒蛋 有一點乾 謝謝 剛剛因為美國都要給小費嘛 所以我就按了小費 他有18、20、25、30%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旁邊看著我 我原本想要按最低的18% 結果我就按了20% 然後20%換上去 我按下去我多付了快 因為我那一餐差不多 吃一餐快要到600多塊 小費按下去也快要100多塊200 加起來剛剛那頓吃了快800 哇美國的那個拆交真的是蠻大的 那一餐居然要800塊 今天就是一個很隨意的Vlog 就是看看Powell車站這邊在長怎樣 這一根好像很厲害的喔 好像有什麼政治人物要來採訪耶 這個是要請我上去啊 OK 這是我跟令和光昌的合照 我決定把我的口罩拿下來的 因為其實美國他們是可以不用戴口罩的 大家都沒有人在戴 我戴煩我覺得我好奇怪 我發現這件是名牌機喔 剛剛有過去看到Chanel 然後又看到聖羅蘭 你看前面又有寶格力 萬寶龍Dill 這根根本就是輕易去的概念吧 美國的馬路 紅色的手代表不能過 白色的手代表可以過 你看這個變白色的人 就代表趕快過 可以過 我今天的Outfit 這個 鴨鴨 鴨鴨 短襯衫被兩個外國人稱讚說好看喔 還有看到一個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中國街是不是 阿富家的景象長這樣 古董玉器 雖然這還可以直接寫中文這樣 China Station 喔這個好像是一個景點喔 走到底變成這個 舊聖馬力大教堂 好美喔 哇 滴滴車耶 好直接來 我們又遇到那個台灣人了 又遇到他們了啦 到底要多巧啊 剛剛那台灣人說這個景很好 叫我一定要來到中間拍一下 但是我必須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講就是 因為現在的時間 在以台灣來說的話 已經到了凌晨一兩點 所以現在陽光是很熱烈的是沒有錯 可是其實我現在有點精神不濟 就眼睛有點乾乾的你知道嗎 我覺得可能有點時差 上來沒有調過來 因為畢竟第一天而已 但我覺得我必須習慣 不然明天要怎麼去吧 欸 洗小龍耶 哇 OK 在過馬路的時候 意外發現到 有人鞋子掉了 是誰 是誰 到底是誰 各位 我現在到了一個新的景點 就是泛美金字塔 你們看喔 有多壯觀呢 這麼壯觀 哇賽 真的是很壯觀耶 超級金字塔 超大的啊 喔 裡面有沒有木乃伊啊 先跟金字塔合格 好不好 耶 各位 星巴克到 來喝喝看 美國星巴克吧 我要用英文來 對話 透一下我的英文日子 嗨 我喜歡 烤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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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砂 沒有砂糖 對不起 OK 烤拉特 沒有砂糖 哈哈哈哈 第一名 第一名 C C C A-M-G 這樣 好笨喔 而且我剛才說 Without ice 我要說成 Without sugar 我說成 Without ice 好笨喔 唉 好我們終於看到 一個我可能 有興趣的地方了 Nike 來看一下美國 Nike 吧 女鞋 這個不是那個嗎 不是很流行的東西嗎 看一下這樣多少錢 這裝100美金 男生的衣服 這跟台灣的Nike好像也蠻像 這褲子超好穿 這運動超好穿 超排行的 今天褲子多少錢 65美金 也是蠻貴的 欸 GD的鞋欸 180 GD的鞋欸 要買嗎 我看一下有沒有我的size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它 可以這麼偏 為什麼 因為只有一雙 然後這雙是14號 巨人腳吧 我想說 怎麼可能這麼偏 好吧無緣 下次見 拜拜 好了我剛剛逛完了 我剛剛練Nike 但是呢 在我眼前 居然是一個大蘋果 大蘋果我來囉 怎麼沒有新的iPhone16啊 欸沒有啦 欸我一直看到人家有買這個東西 就這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東西掉的話 他可以知道你東西在哪邊 剛剛是那種定位器 AirTag啊 就很會掉東西 你看他就可以幫你定位這樣 蠻屌的 好剛剛從那個什麼 蘋果那邊回來了 然後現在 真的 太累了 所以先 我來休息一下 現在時間是美國的12點 然後是台灣的 冰山三點 我剛剛在逛 那個App的時候 其實逛到我頭期 有點暈你知道嗎 可能第一天 所以時差還沒有跳過來 因為平常這個時候 已經是我睡覺的時間了這樣 剛好蘋果的附近就是 半點 所以先來睡一下 睡完之後 等一下再想要去哪邊吧 先這樣吧 掰 歐買 歐買 我超好笑 剛剛 到飯店的時候 他們的中午12點 然後是我們臨時 臺灣的臨時 三點 然後我就 他說躺一下好了 就我現在直接躺到晚上8點半 就 台灣的時間 現在是 早上11點 我睡了8小時 就在直接 第一天晚上 直接大睡就睡 我覺得 算了 沒關係 我們第一天就是一個 適應這樣子 哇 需要他們的晚上 我都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了 那聽說就是 舊金山的晚上自然不好 但是 我覺得我也想出去 看一看就是到底 真的還假的這樣子 好吧 走吧 超扯 好了 我現在決定要 叫Uber 看到我的外套穿得非常的厚 哇 因為晚上真的冷啊 真的冷 真的冷 我看到我的車了 Excuse me 可以講中文嗎 可以 喔 那個舊金山 在哪邊比較 盡量晚上不要去啊 山街 體育館那邊 喔 今天搭地鐵的時候 有遇到一個流浪漢 然後好像過來要要錢 還是怎樣的 你可以 不要鋪 你不踩它就行了 喔 你不要出聲 都不要看它 不要出聲 不要看它 你自己做你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拍照一起吃這個 In and out 超多人的 我沒有吃肉 我沒有吃肉 所以你還有肉 有肉 還是肉 我們沒有肉 但我們有肉 煮的雞 它是肉 和雞 和肉 沒有肉 OK 你喜歡肉嗎 對 好 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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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很多肉嗎 有些肉 五塊 四塊 四塊 只要一塊 對 謝謝 那是這裡嗎 嗯 這裡 這塊 剛剛那個店員說 我愛你的衣服 第三個美國人說我的英文很好看 我覺得剛點餐點的有點卡 因為他們講英文好快喔 我聽不懂 講個什麼Omium我就卡住了 我以為可以點的很順利耶 我不知道我等一下吃的是什麼 其實我只知道他跟我講說 他推薦我一個就是沒有牛肉的 因為他沒有豬肉也沒有雞肉 然後他推薦我一個什麼 一個洋蔥怎樣怎樣的薯條 洋蔥薯條生菜 我很不喜歡在國外這種感覺就是 你點餐然後因為你不知道該怎麼樣 然後緊張然後就一直嗯嗯嗯 Yes ye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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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完全不知道你到底來的是什麼 那種感覺真的很吵 那已經做好了功課之後 面對到真實的應對的時候 還是會有點緊張這樣 OK 這就是我點的套餐啦 French fire 薯條 然後跟一個這個 Grow cheese 加Omium就是這個 對然後還有裝備的飲料 被店員推薦的我覺得還行啦 試看看口感如何了吧 這個應該就是起司堡啦 沒有加任何的東西 蔬菜 Cheese 烤洋蔥 醬料 看看它的Burl Cheese Butter 我跟你們講 超級空虛 就是 我覺得它的醬料跟它的那個 蔬菜啊 給的東西都很大氣 然後味道也很夠 可是沒有咬到肉的感覺 真的是很空虛 你知道嗎 可是總共來說是好吃的 就是 因為它有一個醬汁 那個醬汁味道超讚的 酸酸鹹鹹的味道 就很剛好這樣 雖然沒有肉 但是分量是很大的 你看 它的薯條 我覺得 跟麥當勞的薯條不一樣 它薯條有點 更偏像是那種 更乾一點 上面沒有鹽巴 是沒有鹽巴的薯條 你再吃起來你會覺得 不那麼油 馬鈴薯的味道 跟麥當勞的薯條 馬鈴薯的味道就不一樣 我覺得這就是 因爭到薯條的味道吧 我覺得是好吃的 好啦 我們今天 天色也晚了 11點了 差不多 要回去休息了 總之來說 第一天我覺得 時差還是 影響太多了 現在已經晚上 他們的11點多了 可是我還是很有精神 然後 路上的流量漢很多 風景很乾 風景很乾淨 我們這邊就 我要離開 好啦 那我們第一天就先這樣子 期待第二集 我突然其他一件事情就是 我今天過了 兩次6月1號 我飛行時間是 6月1號的早上 9點 然後到的時間是 6月1號的早上 6點 哇 世界好奇妙 如果哪一天 我是不是可以 海北跨完年 然後飛來舊井山 再跨一次 跨市區跨年 感覺蠻屌的 3月1號的 選手 有這個 封門 4月1號的 5月2號的 5月1號的 5月1號的